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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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太震撑了 一名好的鸟类摄影师 首先要是一个自然观察者和保护者 鸟类生态摄影的前提是尊重自然 尊重生命 自然状态下的鸟儿最美 就是说生态环境好了 咱们国家也重视 这个生态环境保护 所以说这个总群数量 它是在低增 就说这个白头鹤 警觉性非常高 你靠近的 就你看着它的时候 它也看着你了 它有个安全距离 你要是越过那个安全距离 大约也就是 二三百米的安全距离吧 鸟类生态摄影 让马丽明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美妙 在真实记录鸟类生活状况 记录自然之美的同时 马丽明也记录下了 生态环境对鸟类的影响 它用生动的影像 引起了更多人 对鸟类生存状况的关注 作为我们拍鸟人 心里都肯定清楚 就是说鸟人愿意 在什么地方待 哪个地方呢 生态环境肯定是好的 你就包括刚才我说的 这个石头龙儿水空 再说近一点 就我家门口的一个南西湿地 每年也是有很多的鸟 就在这儿反正后代 除了机器参加各种相关的摄影比赛 马丽明还会把他作品 分享到鸟类摄影的网站上 让更多的人感受他眼中鸟类 那灵动的美感 曾经有很多人 被马丽明的作品所感染 觉得他因为拍鸟 历览了许多秀美的风光 其实在马丽明的心中 拍好家乡的鸟 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并以此展示吉林 推荐吉林 才是他最大的收获和心愿 东北人 然后呢 自己家乡里鸟没拍到 让人家问你 说那什么学校你拍拍 说没有啊 当时你们那儿学校多好啊 那还跑这种眼拍这个来 所以说就是说 我感觉作为一个东北人 还是立足于身边的鸟才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七一前夕 吉林省档案馆 中征光明艺术学校 西洋红正月团 联合举办文艺会演 共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礼赞百名国家巨店 文艺会演 文艺会演在古生旗奏 《我的祖国》中 拉开了帷幕 幽阳的旗奏和激昂的节奏 此起彼伏 争声 歌声 掌声 焦汇香炉 瞬间点燃了全场 中征光明艺术学校 西洋红正月团十位成员 平均年龄66岁 平均党龄38年 他们以饱满的精神风貌 与档案工作者同台联名 以高雅的正月和优美的舞蹈 深情表达对党 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献上了发自肺腑的心声 会演期间 省大案馆还向五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代表 颁发了荣誉纪念章 今天我们局管领导代表省委 给我们颁发了荣誉奖章 我心情非常激动 我是在党的人 在党五十年的人 在党就不要忘初心 在党就不要忘旅行职责 在党就不要忘旅行使命 一曲曲红歌正月 一段段偏先舞姿 表达了各界群众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热切期待和缅怀先烈 既往开来的壮志豪情 再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 为了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吉林省大案馆在今天举行了 这场大型的文艺演出 那么在演出之前 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准备 就是为了将我们最好的面貌 呈现给大家 整场的演出特别的成功 包含着我们对中国祖国母亲的热爱 和一种深情 我们钟征光明西洋红正月团 经过了历经半年的时间的排练 包括他们每天近六个小时的炼争 今天终于在这个舞台上 呈现出来这个完美的作品 让夕阳更璀璨 增心不老 用古增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丰富我们的退休生活 悠悠增心 感谢党恩 祝伟大祖国繁荣苍盛 致敬百年 增心献给党 本次联合会演在鼓征齐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亲中国 和舞蹈万江中落下了眉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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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闹了就夏天 好多人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一般来说血压和血糖在天冷的时候容易高 那么好多人就在天热的时候就容易忽略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首先来说咱们先说说这个血压 血压是什么是血管那个里边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是血压 举个通俗的例子 那个自来水的水管呢有没有水压 哎 就跟那个差不多 所以说血压高了不行 血压低了也不行 血压高了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血压低了照样得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夏天啊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有些人夏天的时候呢 由于受到了外界的刺激或者是心情不好 可能血压反弹 但大多数人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有一天热血管扩张 这时候血压呢可以下降 那么血压下降呢也可以导致什么血栓性疾病 就是脑血栓的发生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 血糖是个什么呢 血糖就是咱们吃的那粮食 那粮食吃进味道之后经过肠道一吸收 到达血液当中那个玩意就是血糖 那血糖是干什么的呢 血糖是细胞的能量 就是细胞要想运转 要想执行它的功能 得有能量 这个能量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糖 就像那个小汽车 要想动它的话 你必须得有什么汽油 所以说血糖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夏天有些人呢 这血糖容易狗 那么血糖高是不是说 你这病犯了呢 其实不是 是什么呢 是血液浓缩 就是说夏天了热了 这么人容易出汗 这一出汗以后呢 血管当中的水就蒸发出去了 血管当中的水蒸发出去以后呢 这血液就浓缩了 血液一浓缩 那血糖肯定高 所以说有些人呢 说我血糖高了 我是不是得加点药啊 其实不用加药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补充点水就行 对吧 因此来说呢 咱们夏天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补充水分 补充水分 除了防止血压低 防止血液浓缩 这种粘稠 还可以防止什么 防止血糖的反弹 因此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一个比较闷的一个场合 出汗比较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个补充水分 那么有关这个血压和血糖啊 大家还有好多好多误区 其中我跟大家呢 已经说过 这个血压血糖身高啊 有的是真的 但有一半是假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好多人都被医院诊断了高血压 诊断了糖尿病 甚至于按照高血压 糖尿病的标准来治疗 其实来说呢 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高血压 真正的糖尿病 治疗个163章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但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 你看不是 血糖 这个血压反弹 有数高有数低 互高互低 这个血糖也是 尖子高没有低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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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这整个你这这这这这心里头啊 特别没底 而且特别烦躁 对不对 凡是遇到这种情况 这血压呀 一个在上下的波动 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的时候 换句话说 血压和血糖的身高 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反应 什么意思 你在着急上火生气 睡不着觉的时候 血压血糖肯定高 为啥呢 着急上火生气 睡不着觉 对你机体就是个恶性刺激 这一个恶性刺激以后 你机体就会出现个反应 来对抗这个刺激 这叫应激状态 那么这个应激状态 就出现什么 血压高 血糖高 来保护自己 那么血压要不搞 血糖要不搞 机体要没有这种反应的话 他咋生气呀 他咋着急上火呀 他不都黏黏了 睡觉了吗 这个时候 血压血糖就会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去除 引起血压和血糖升高的因素 那么这个因素你不去除 你光靠着药来按着这个血压 来控制这个血糖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 这个药啊 伤害了你机体 实际来说呢 你这个病干脆就不是病 是由于你机体的反应 所引起来的 这一部分人 据不完全统计 60岁以上的人 所谓高血压和高血糖 有一半都不是真的 但是 如果你经常睡不着 叫着急上火生气 就这种状态 在你体内形成的时间很长了 一般来说 三到五年 最后呢 你这个机体啊 就出现了这种 相对适应的状态的时候 你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下不来了 啥意思 就这时候啊 是你自己祸祸 你自己最后得了这个病 那可真是病了 光靠控制情绪了 什么改善失眠了 那个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为啥呢 这个病已经落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需要用什么呢 用药来治疗 因此 咱们这个血压和血糖的升高啊 尤其在你得病初期的时候 你要分析好原因 你可千万千万 别默默的 或者说自己把自己当大夫 或者是我上网上一查 哎 这解决症像 哎 我就是这个病 然后来说 我就给我自己治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你吃那些药 都是有毒的 大家 一定要 注意 下面老朋友们即将看到的是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忠诚 全省老年文艺展演活动中的优秀节目 我的家 在中美中和家上 哪里有 像是哪里有 也有 摔灯水 天哪里有 花 美中和家上 ком啊 阿弥陀 我的东方 还有哪 衰老的蝶蝶 《爱4月7日》 《爱4月9日》 《爱4月10日》 与angs件 与辇日常 engage 与聪明 clicked 与生成人 与生成人 我那个悲惨的时候 我离开我的家乡 靠近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这日家在团内流浪 流浪 那天那夜才能够 回到我能处理不想 那年那月才能够 说对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什么时候还能够 我离开你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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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你 我离开你的宝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